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穿堂煞 很多人一听到穿堂煞 第一个就是门对窗 开门见窗就叫穿堂煞 其实各位 他并不是这样的定义 所谓穿堂煞 来讲的话 他的定义并不是开门见窗 因为门跟窗他是不一样 气他有一定的高度 他到90-120公分 也就是说你的窗 你的窗是开在上面的 你的门是底地的 也就是说 这个窗户只要高于120公分以上 他就不构成穿堂煞 除非他是一个落地窗 落地窗就是在地上的 这样子才会形成所谓真正的门对窗 气场一趴进来就溜出去了 这样子才会有所谓的肉气现象 所以一般的窗户 其实都高过于120公分以上来讲的话 其实就算门对窗 他不至于会产生穿堂煞 他顶多是风吹进来又吹出去 各位要知道风不等于气 风不等于气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